第九百六十一集 眼看着夜仙谋要出去 那名弟子连忙说道 孤主等等 这次来的人可不止孙不亥一个 而且看样子 好像他也不是带队的人 夜仙谋的身形一顿 狠狠地瞪一眼那名弟子 没好气地说道 别打转气 都说出来 到底还有谁 那名弟子连忙说道 带队的人是朝廷的四大神部之一 血剑神指苏谢 还有其余的两大神部 试炼飞龙方九元和裂空神剑柳无前 此外还有左道蒙的两人 分别是莫门企图阳翼 天机谷企图逍遥道人 那名弟子直接就把南横给忽略了 他虽然也是天机谷的企图 但不过只是一个小角色而已 不足为虑 夜仙谋的身形顿了顿 一听到这么多人来 他的眉头顿时就皱了起来 六山门的四大神部来了三个 其中还有兄妹赫赫 血剑神志苏信 而且孙不亥 却逆图联合了其他左道八门的企图 建立了一个什么左道蒙 收落的都是左道八门内的一些疯子 现在来的这两人 也都是属于左道蒙的高层人物 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呢 说实话 就以他们要王谷的战斗力 别说是六山门的三位神部都来自 就算是只来一个 他们都挡不住 但他们要王谷跟朝廷的关系 其实也算是不错的 每年朝廷都会在他们要王谷 定制大批量的丹药 而且他们要王谷 也是很给朝廷面子的 并没有要价太多 反而比江湖上的其他宗们开价 要便宜一些 但现在孙不亥等人 确实跟朝廷的人搅合在了一起 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叶仙毛担心朝廷会不会把左道蒙给收编了 然后现在孙不亥是领着他们报仇来了 只不过叶仙毛想想又觉得不可能 孙不亥那帮人弄一些歪门邪道的东西 或许很擅长 但要说正统的丹道之术 他们是绝对比不过要王谷的 朝廷就算是收编了左道蒙 也一样要在他们要王谷采购丹药 况且跟他们要王谷 结下善缘的武者遍布整个中原武林 朝廷若是对他们相应出手 难道就不怕惹出大事来吗 这些念头都在叶仙毛的脑袋里面回荡着 但他却是怎么都理不出一个头绪来 要王谷这些年内部没什么勾心斗角 外部也同样没有一个敌人 就算是那些魔道武者 也都不会来打要王谷的主意 所以在心机计算这方面 叶仙毛就算是要王谷的谷主 他也是很不在行的 想到半天也没想到对策 叶仙毛也只能叹息的一口气道 你先去派人请一下平阳道行军大总管 紫霄雷虎 仲千秋 还有平阳道总部头 九凤双还 铁乌冷过来 这两位都是朝廷的接班人 叶仙毛请他们出来 就是为了要制衡一下苏信等人 他们要王谷跟仲千秋 还有铁乌冷的关系都不错 这些年来 他们要王谷可没少给这两人弹药上的优惠 甚至有时要王谷刚研制出来的弹药朝廷都还没有得到 他们却是能率先的尝试一番 这两人刚刚担任平阳道行军大总管和平阳道总部头的时候 还只是化神经 在军方和六山门当中 虽然算不上弱 但也绝对算不上强 结果现在这两人却都已经是容神经的实力了 这其中当然有他们自身天赋的原因 但却也跟要王谷给他们的丹药密不可分 要王谷这边怎么应对苏信不知道 但他们此时确实都已经来到要王谷的门前 其实要王谷的历史还真不算太长 只有五百余年而已 但要王谷昔日的先辈手段还算是高明 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将要王谷的人脉 经营到了现在的这种地步 只要不出意外 要王谷哪怕不再钻研一些新的丹药 他们光靠吃老本就能够继续的繁荣下去 六山门苏信求见要王谷夜谷主 麻烦几位去通报一声 苏信对着要王谷守门的几名弟子 恭恭手说道 那几名要王谷的弟子目光带着警惕之色 看着孙不海 其中一人想了想 立刻跑进谷内去通知一线谋 其实这些年轻一代的要王谷弟子 对于孙不海虽然警惕 但还真没有什么恨意在其中 毕竟当初孙不海叛逃要王谷的时候 他们才只是刚刚加入要王谷的新弟子 或者是还没加入要王谷呢 对于孙不海昔日干过的事情 他们也只是有所耳闻而已 所以只是警惕而没有恨意 那名报信的弟子还没有跑到谷内 便看到夜仙毛带着一栋要王谷的弟子 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 那些跟夜仙毛同辈的要王谷舞者 看着孙不海的目光 眼里都是充满了恨意 若不是他 要王谷上一代的市长 也不会被弃成重伤 导致寿源大损 若不是他 他们要王谷现在应该 要比十几年前更强的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在云底踏步 所以夜仙毛在走到苏信 等人面前的时候 他都下意识地忽略了苏信 而是面目猙獰地对着孙不海道 你竟然还敢回来 你这一身本事都是师父他们教的 今天我就算拼了这条老命 也必须要把他们都给拿回来 跟面色争宁 恨意滔天的夜仙毛相比 孙不海倒是淡然的很 他直接下马 对着夜仙毛拱拱手道 师兄 好久不见呀 何必一上来就喊打喊杀的呢 怎么说 我们也是师兄弟呀 你就这么 恨不得我去死 夜仙毛冷笑说道 师兄弟 自从当初你干出那等事情来之后 我们便不再是师兄弟了 你让我药王谷蒙受了这么大的损失 甚至起得师父他们都元气大伤 我不是恨不得你去死 我是恨不得你早点死 苏信紧盯着孙不海 说实话他也不知道孙不海为何要来 以他跟药王谷的这种关系 比如说药到那凝神花了 估计会刺激到整个药王谷发疯的 到时候他们撕破脸皮不要紧 但却是会影响到苏信的计划 所以现在苏信也是紧盯着孙不海 他以后想要动手没人管 但现在他却是不能跟药王谷痛受的 而出乎苏信预料的是 孙不海行人真的没有对夜仙毛出手 他的眼中闪过了暗淡之色 语气低沉的说道 当初的事情是我不对 夜仙毛等药王谷的人顿时都愣住了 这也没想到孙不海竟然会戳出这番话来 就连苏信等人也没想到这位在江湖上 凶名赫赫的独守药王 竟然会当众道歉 第九百六十二集 看着夜仙毛等人孙不海淡淡地说道 不管你们信不信 但当时我只是想要逃出药王谷而已 我当初用那几味药配置出来的毒物 应该是断肠散 只能让人疼晕过去 并且失去战斗力 并不会伤及人命 而且临走的时候 我还留下了解药 但那时候 我的记忆不清 用草药配置出毒药的手段 也是刚刚研制出来的 所以这分量上出了一些错漏 导致断肠散成了夺命散 这才害得那几名弟子丢了性命 一些毛等人顿时都愣住了 谁都没有想到当初的事情 竟然还有这么一种秘心 而听孙不海这么一说 他们才想起来 当初囚禁孙不海的那地方 他们的确是发现了一瓶丹药 只不过那时候 他们根本就没想到那会是解药 看到那几名看守 孙不海的弟子都已经被毒杀了 他们的心中惊怒交加 那瓶解药也被他们认为 是孙不海炼制的毒药 所以他们连看都没有看 直接就被他们给扔到了一边 不知所踪了 夜仙毛顿了顿 脸上的仇恨之色 略微是减少了一些 但他却是依旧恨声说道 就算你当初没想杀他们 但他们依旧是死了 最重要的是 你当初研究那些隐邪毒物 犯了我药王谷的禁忌 这便是七师灭祖的大罪 罪则当初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在场除了苏信等人 还有这前来药王谷买药的一些武者 何在药王谷疗伤的一些武者 此时看到药王谷 和他们昔日最邪数的弟子 独守药王孙不海对质 这些人好似看到了 什么年度大戏一般的惊喜 纷纷在一帮围观着 而夜仙毛此时 也顾不得什么 家仇不得外扬之类的东西 他直接指着 孙不海冷声说道 你若是还有那么一点良心 就跟我到师父的墓前 自费修为 一直跪拜到死 这样 才能够洗取你一身的罪孙不海 摇摇头道 我没错 为何要跪 你到现在 还执迷不悟吗 夜仙谋立刻的 孙不海摇摇头说 执迷不悟的不是我 而是你们才对 药王谷位列左道八门之一 我们的炼丹之术 的确是举世无双 但是那又怎么样 说白了 我们再强 也只不过是炼丹师而已 在强大的力量面前 只能任人在割 孙不海的目光 灼灼地看着一线梦 师兄 你难道忘了 昔日大晋战乱时的场景了吗 大晋 被大洲步步蚕食 自身的资源 已经极为断缺了 所以 他们便来打我药王谷的主意 想要收编我药王谷 当初 若不是有着跟我们药王谷关系 不错的几派相救 我们药王谷 那时候就已经不存在了 同为左道八门 他们为何不敢去收编 墨门 那是因为 墨门有种神兵巨子令在 有着无数强大的鸡垢傀儡在 他们又为何不敢去收编 天机谷 那是因为 天机谷 有着无数强大的沙阵在手 就算是大晋派来的十万大军 也要被那沙阵尽数缴杀 这两家都有底气 但我要亡谷又有什么 只有一群 受不伏击之力的炼丹师 孙不亥的话 让在场的众人 还有药王谷的那些弟子 都呆愣在了那里 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而这时 孙不亥却是没有丝毫的停顿 继续说道 光靠着其他势力的元首帮忙 我们药王谷 又能够撑多久 力量 唯有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这才叫力量 我们药王谷 不是没有力量 而是在捧着金饭碗药饭 是药三分毒 我们药王谷 既然在药理之上 研究得如此深入 难道 我们便不能研究毒物吗 川中堂门 不过只是个半吊子而已 但即使如此 他们在毒物上的研究 却是震动武林 我们药王谷 又比他们差在哪里 只要我们 能够拿出研究药理一半的心思 去研究那些毒物 那我们药王谷的实力 必将得到一次 飞跃般的提升 孙不亥 指着是自己说道 我研究药理 也同样研究毒理 但我 只不过把自己一半的时间 拿出来研究这些毒物 便有了现在毒手药王的威名 换成是你们 哪怕你们只拿出 三分之一的时间来研究 你们 又能够走到什么地步 不管是药王谷 还是毒王谷 唯有实力 才是永恒的存在 要不然 只要出现一丝意外 我们药王谷的传承 立刻便会中断 孙不亥的一番话 算是彻底把在场的众人 都给镇住了 包括苏信 也是如此 他们之前对着孙不亥的印象 都是那种心思协议的 魔头 所以他才会在身为药王谷 继承人的身份时 竟然去研究那些禁忌毒物 但这一路上 苏信却是发现孙不亥 虽然性格阴冷的一些 但他却并非是那种疯狂的魔道中人 所以他当初竟然干出那种崩溃的事情来 苏信也是很奇怪的 现在这谜底是解开了 原来这孙不亥打的竟然是这般主意 而赛场的众人听到孙不亥的话之后 都是纷纷打了一个哆嗦 独守要王孙不亥的大名 他们当然听说过 黑榜第三的排名可不是吹出来的 而是无数个大宗门用赏金对出来的 孙不亥的成名一战 便是他在化神境之时 被一名荣神境的武者追杀 结果两个人一个照面 孙不亥只是说了两句话 便直接转身离去 那名荣神境的武者也没有去追 等到过了一刻钟 那名荣神境武者还没有动态 这时才有人上去查看 结果这一看众人才发现 那名荣神境武者的体内 竟然都已经化成了一碳浓血 最重要的是 那名荣神境武者还是专修炼炼体功法的武者 肉身是出了名的强悍 对于毒素的免疫力 还要比寻常武者强悍得多 但即使如此 他竟然也是在暗中找了孙不亥的当 连一招都没出 便被惊异的毒杀了 如此强大的毒素 可不是求非于那些修炼毒工的武者能比的 求非于他们的毒工严格来说 只能算是一种武功 只不过是把真气的杀伤力换成了各种天然毒 他们本身并不精通毒力 但孙不亥可是这方面的专家 各种看似寻常的草药在孙不亥的手中 并会成为惊天剧毒 江湖上有一个孙不亥就已经是够恐怖的了 这个时候 如果要亡谷的人都变成了孙不亥 哪怕只有孙不亥气氛的实力 但也足够害人 孙不亥的话震慑人心 但叶仙茅等药王谷的老人 却都是怒斥说道 外里邪说 我药王谷几百年的声望 岂能让你这般败坏 对于这些药王谷的老人来说 他们的思想都已经是定型的 孙不亥这番话 在他们的耳中 就是大逆不道 但药王的那些年轻弟子 听到孙不亥的话 眼中却是露出了一丝不明之责 虽然在药王谷内成为炼丹师 也是不错的 但他们谁不想成为 那纵横江湖的一代武林强者呢 只不过可惜啊 能选择来加入药王谷的人 本身的武道天赋便不太好 而真有武道天赋好的 除非是那种针对丹道有兴趣的 否则他们也不会加入药王谷的 现在这些弟子加入药王谷 本身学到的只能是一些基础的内功 其他的武功基本上 他们都学不了 药王谷也没有那么多的武器给他们学 所以他们就算是想要纵横江湖 以他们现在的这种情况 也是绝对纵横不起来的 现在孙不亥给了他们一个 不需要太高的武道天赋 便可以拥有强大实力的办法 这些药王谷的宁静悟者 当然有一些会心动 只不过现在孙不亥 只是药王谷的企图 他还不是药王谷的谷主 所以说那些弟子也只能在心中想想而已 但却没有人敢说些什么 一些毛等人对着孙不亥痛骂不已 但孙不亥的嘴角 却是露出了一丝笑意 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作为药王谷昔日的寄生人 孙不亥知道现在的药王谷 基本上等同于空中路口 没有属于自己的力量 一旦出现什么意外 他们就只能等着被人宰杀 所以当年他才在暗中研究毒物 等到他继承谷主之位 老一辈的人死光之后 他才准备对于药王谷进行改革 但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 他最后还是失败了 被药王谷的人发现 最后只能是无奈的叛逃了 不过也不要紧 他现在已经证明了 自己当初的想法没有做 要不然他现在也不会有这种实力 所以这次的当然 不是想来窜夺这药王谷的谷主之位的 也不是来谋求一仙谋等人的原谅的 他只是在给药王谷的弟子心中 种下一颗寿物资 让他们看到 药王谷的弟子从来都不是废物 只要他们想他们也一样能够拥有强大的力量 看到眼下的这般场景 孙不亥也知道自己的目的达到了 这也是他当初为何非要跟着苏喜来的理由 其实那保存宁神花的方法 根本就不算什么太珍贵的秘书 他直接可以交给苏喜 但为了借用朝廷的事 他却以此为借口亲自地牵来了 若是他自己单独来药王谷的话 那他这番话根本就没有机会说出来 野仙谋等人百分百会一拥而上 跟他拼命的 也就只有苏喜在这里 野仙谋等人才不敢太过放肆 可以让孙不亥完整地把话说完 苏喜看了孙不亥一眼 这场戏他可是从头看到尾 这位独守药王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 他的目的苏喜也差不多都猜到了 不过他确实没有抽穿 一个是因为这对他的计划并没有影响 而另一个则是孙不亥的脾气 很对苏喜的背后 他也准备跟孙不亥结一个善缘 万人只知道孙不亥对于药理的研究 强大无比 但却都下意识地忽略了他戳号当中的药王两个字 这两个字没有江户上真正的丹道大松师 才有资格被冠上 以前药王谷的数代谷主 戳号当中都有药王两个字 而这一代的谷主一线某的戳号 确实回天手 这也证明了在丹道之上 他的确是不如孙不亥的 就算孙不亥将自己研究药理上的时间分周一半 来研究毒理 他在丹道上的造诣依依依依依要比夜线某高 所以这药王二次 孙不亥是当之无愧 谁都不敢保证自己一辈子都不会受伤 特别是苏信这样经常跟人交手的舞者 平常用于养伤的时间可都不少 只不过 一来苏信受重伤的时候很少 二来 他有着六扇门的丹药资源 小伤都可以应对 而重伤 他也可以去系统当中兑换高级的丹药 但如果他跟孙不亥结了一个善缘 那就简单多了 有事情 他也可以去找孙不亥帮忙 而这时 孙不亥也是察觉到了苏信的目光 他直接对着苏信拱了拱手 表示自己成了苏信的一个人情 这位朝廷最宁静的四大神补 可是出了名的心机深沉精明 自己这番算计 根本就瞒不过的 但苏信没有阻止 这就已经算是帮了他一个大忙了 所以孙不亥也是欠了苏信一个不小的人情 而这时苏信 看那药王谷的人也快骂够了 他才是淡淡地说道 叶谷主 你们药王谷 跟孙不亥的恩怨 还请暂且放下 这次朝廷是有件事情 想要请叶谷主帮忙的 一听到苏信的话 一先谋到心中 顿时就是咯噔一声 暗道一声不妙 他原来以为 这苏信等人 就是孙不亥请来撑腰的 但现在一看 好像却并不是这样 苏信 他们来药王谷另有缘由 正在这时 忽然外面传来了几声惊呼 众人回头望去 却见两只人马赶了过来 其中一人身穿 身紫色的战甲 乃是 营阳道行军大总管 紫霄雷虎 种仙丘 而另外一人 比较年轻 身穿六扇门的官服 正是平阳道总捕头 九凤双环 铁乌冷 种仙丘和铁乌冷到来之后 并没有如同叶小某想象的那样 直接站在这边 光要往谷说话 而是心对着苏信公公手说的 苏大人来我平阳道 怎么不知回一声啊 我等好去迎接 这两个人当中 铁乌冷乃是铁家的二代弟子 铁乌情的堂兄 铁家跟苏信的关系 他自然是知道的 所以他对于苏信的态度 自然是不错的 直接当做自己人来去对待 而种仙丘也是如此 他是神威大将军林宗月的人 而林宗月跟苏信打过几次孝道 对于苏信的感官不错 他曾经在多个场合 公开的瓜药苏信 所以种仙丘作为林宗月的人 对苏信会持什么态度 这就可想而知 他们两个平时 收药王鼓的孝性不少 在这平阳道内 若是有人敢对药王鼓动手 他们肯定第一个会出手相帮 所以这些年来 虽然有一些魔道恶毒 想要打药王鼓的主意 但基本上 他们连药王鼓的边儿都没有站到 并被种仙丘跟铁乌冷解决了 但他们虽然收了药王鼓的好处 寻常的事情上 该照顾他们会照顾的 但在大事上面 他们确实没有忘了自己是什么身份 苏信如果真是要对药王鼓下手的话 那他们连想都不用多想 直接就会站在苏信这边了 看他们两个人这般态度 苏信便已经明白了 能担当一道总捕头 跟一道行军大宗管的 就没有白痴的 所以苏信直接将记号点的圣旨 交给了他们二人说道 是陛下吩咐我 来药王鼓交易一件东西 铁乌冷和总千秋 看完圣旨 都是对着苏信拱手一礼 直接站到苏信的身边 看到这一幕 易仙谋顿时傻了眼 原本这两人可是他请来的外员 结果没两句话 便站到了苏信那边 这叫什么事啊 一旁的孙不海 冷眼相看 这便是没有实力的下场 别人的实力 永远是别人的实力 在乌伤大雅的情况下 他们或许会帮你 不过一旦遇到大事 真正值得依靠的 还是自己的实力 而叶仙谋一边 在暗中痛骂着铁乌星 和总千秋不错人 拿东西不办事 一边也只能对着苏信 恭恭手说道 不知道苏大人想要什么 苏信笑了笑道 很简单 朝廷想要你们药王国的 一株凝身花 不过你放心 不是白药 朝廷会拿出东西来交易的 第九百六十四集 叶仙谋松了一口气道 原来只是一株凝身花 苏大人请放心 等十几年后 凝身花接种 到时候 我药王谷会亲自送一朵 给朝廷的 不用交易 凝身花现在虽然很珍贵 但等到以后凝身花 一旦接种 他们要王谷的凝身花会冤冤不绝 所以宋朝廷一珠 也不是什么难事 就当花钱买个平安 但这时苏信却是忽然说道 叶谷主 十几年可等不了 这凝身花我现在并有 一仙谋的面色顿时一变 他连忙说道 苏大人 这可是不对啊 这一朵凝身花 我们培养了上百年 好不容易等到他快要接种了 你现在拿走 这凝身花可就真的要绝种了 苏信耐心地说道 我说过 不是白要你们的凝身花 我会拿出东西来交易 什么东西也不行 叶仙谋直接拒绝道 这凝身花现在整个江湖上 可就只有他们药王谷这一朵了 这还是他们药王谷费了大力气才找到的 现在被苏信拿走 他们上哪再去找第二朵凝身花 要知道 凝身花这种级别的灵药 可是领制一些丹药必备的存在 只要药王谷能够成功把这凝身花培育出来 那他们就可以复原数种需要凝身花 为主要原料的上谷单方 还有十一种 他近些年来所研究出来 但苦于没有材料的单方 至于苏信能拿出什么来 一线谋根本就不关心 哪怕他拿出跟凝身花一个级别的灵药来交易 也是一样的 毕竟那些东西只能被当作是消耗品 而他们的凝身花 确实可以繁衍下去的 叶仙毛的拒绝在苏信的预料当中 只不过这次的态度确实很有问题 苏信暗中的摇楼摇头 怪不得当初药王谷的那些先辈们 会把继承人之位交给年纪 要比叶仙毛小的孙不害 这可不光光是因为他们在单道之上的造影 还因为他们的手段心机等等 这叶仙毛也太过耿直了一些 现在可是你们药王谷处于弱势 苏信带着这么多的人来 足以覆灭药王谷 结果你态度竟然还敢如此的强硬 找死不成吗 就算是苏信因为某些顾虑 而不会灭了你药王谷 但就凭你这种态度 如果真把苏信给激怒了 那结果可就说不定了 如果现在是换成了孙不害当这个谷主 就算是他不想交出这种宁神花 但起码也说话会委婉一些的 叶臣淡淡地说道 叶谷主 说句不好听的 这宁神花朝廷是志在必得的 今天我来了 你不给我 来日你迎接的恐怕就是朝廷的大军了 况且这次我等又不是强强 我说过 我是会拿东西来交换的 你看看 我拿出的是什么东西再说 也不值 叶仙谋焦急地往内谷 看了一眼 那位怎么还不来 不过眼前苏信气势汹汹 他也只能暂时跟苏信虚于尾仪的 但就在叶仙谋刚刚想要答应要看看苏信手里的东西时 站在苏信身边的南横引珠子一转 立刻站出来 立刻说道 叶仙谋 你别给脸不要脸 现在陛下要你要王谷的宁神花是给你们面子 你们不恭恭敬敬地送上来也就罢了 现在竟然还敢推散祖寺的 来日里我朝廷大军便会出动 直接扫平你们要王谷 南横忽然来了这么一句 在场的众人都有些没有反应过来 特别是方九元和刘吴前二人 他们恨不得当场杀了这个白痴 以前他们总说 这苏信措施太绝 现在他们却巴不得这苏信做事再绝一点 之前就应该将这个混蛋白痴给杀了 本来这次任务就棘手得很 他们是跟苏信有仇没错 但也从来都没有在这个时候给苏信使绊子 毕竟如果事情搞砸了 他们六山门一样要倒霉的 他方九元和刘吴前也是要受到牵连的 结果这南横道好 他来了这么一句摆明了 就是想逼得药王谷鱼死亡磨 特别是这叶仙谋 还是一个死脑筋的人 果然 一听南横这话 叶仙谋的生物 顿时就变成了一片齿红 他直接的立刻说道 我药王谷的失利是弱没错 但却也不是可以任人宰割的 朝廷想要宁臣花 那我今天 索性就直接毁了他 大不了大家欲试俱焚 江湖通道会为我药王谷讨一个公道的 看到叶仙谋这份的表现 南横的嘴角露出了一丝怪异的角度 索性被苏信废掉了一条腿 他的心里已经恨及了苏信 迫不及待地想要报仇 但谁曾想这个机会竟然来得这么快 苏信不是想要完成这个任务吗 那索性索性就调动药王谷 跟苏信鱼死网破 最后宁神花被毁 看他回去怎么跟陛下交代 苏信转身望着他 眼中不太丝毫的感情 好似就看着一个死人一般 实际上他也的确没想到南横竟然回来这么一处 他也的确是不知道该说这南横是聪明的还是愚蠢的 你若是说他蠢吧 一个真正的蠢才也不可能被收录到天气鼓当中 他更不可能是抓住七号点这个机会 然后暗中搭桥联合双方 但你若是说他聪明 真正的聪明人也不会一招得知 便看不清自己 更不会说出方才的那番话 他以为自己是在陷害俗信 但其实他是觉得在陷害自己 宁神花被毁 宅传的动人都要受到牵点 别看现在南横好像在七号点面前很红的样子 甚至跟唐锦一样 在七号点的身边顺步不离 但实际上七号点也只是拿他当作一个暂时的工具而已 他现在唯一的目标便是长生 为了这个目标 他连自己的儿子都可以不在乎 更别说南横这么一个蝼蚁一般的人物了 把事情搞砸了 作为带队之人的苏信要受罚 但南横确实会被愤怒的七号点直接抹杀 所以他现在的这种表现苏信只能说是因为他心里扭曲 所以很容易就会被其他情绪冲昏头脑 就好像昔日在天机谷那样 他因为嫉妒外加愤恨 所以才会在聪明之下护下杀人 结果却是没杀掉对方 反倒是弄得自己还亡命天涯 现在可不一样的 他已经被恨意冲散了理智 他要去坑苏信 结果却是连自己也一起坑了 苏信一步步地向着南横走来 他可没有去观正在愤怒咆哮的夜线谋 只是用很淡然的语气对着南横说道 其实我是想要饶你一命的 毕竟你是陛下派来的人 别人的面子我不给 但毕竟的面子我还是要给的 但为什么你非要找死呢 而且想要杀死你方向有很多种 但你偏偏却是选了最艰难的一种 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你好了 对了 还要恭喜你一句 你成功地把我激怒了 现在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你竟然还敢坑我 我要是不杀了你 那我岂不是很没有面子吗 第九百六十五集 苏信的话语很平静 但听在南横的耳朵里面 却是让他如水冰箍 那瞬间的冰冷 也让他反应过来自己 究竟是在干什么蠢事 只不过现在后悔 却已经晚了 一股僵大的身体将他抱过 他的身形都被那股僵大的力量 拎到了半宫当中 苏信屈指一弹 南横的左腿变成了一团血雾 这顿时让他发出了一声切地的哀号 但苏信却是仿佛没有听到一般 紧接着又是意识弹出 南横的右腿也变成了一团血雾 在半空当中凋散开来 在场的众人都是皱起了眉头 心中忍不住气动了一下 一股寒意从心中升起 在场的这些舞者 除了要往谷的人外 其余的可都是经历过血型杀戮的 只不过杀戮归杀戮 像苏信这样当众虐杀一名舞者的场景 还真是少见 而且被虐杀的 竟然还是一名化身镜的舞者 虽然他们不知道南横的底细 但他就算是再废差 那也是化身镜的舞者 结果现在却是如同蝼蚁一般 在这里被苏信虐杀 他们心底也有些发寒 要知道 现在就算是摩倒宗门 也很少会有人像苏信这么干 因为独立一些心生变态 喜欢杀戮的摩倒舞者 其他的摩倒舞者杀人 那也是因为利益 这种虐杀对手的手段 只是浪费时间而已 苏信紧接着 又是指尖连弹 南横的两只胳膊 也是瞬间爆成了一段血雾 他整个人都变成了一条人棍 漂浮在半空当中 此时却是已经连哀嚎的力气都没有了 妖王谷那些没经历过杀戮的年轻弟子 顿时呕吐了起来 这倒也不能怪他们大惊小怪 而是苏信此举 的确是有些太血腥了 把这些连人都还没有杀过的妖王谷弟子 刺激得不轻 一些谋也是面子难看 看来之前他是想错了 这朝廷的人里面也不是一条心的 不过苏信在他们药王谷门口 虐杀一名化神经的武者 这在叶仙谋看来 怎么有点杀鸡净猴的意思 而事实上叶仙谋这次还真的猜对了 苏信打的就是杀鸡净猴的意思 他现在想拿出同等价值的东西交易 结果这帮药王谷的武者还拖拖拉拉的 他虽然不能对药王谷动手 但吓一吓他们还是可以的 最后一支点珠 那人滚立刻化成了血污消散 在场的众人都是一片的寂静 方九元唯不可查地摇了摇头 这个白痴不知死活地当命挑衅苏信 死了也是活该 现在就连他们只能暗中搞一些小手段 这南横算是什么东西呢 竟然还敢在苏信的面前玩这套 这真是嫌自己命大了 苏信这时忽然转身对着一线毛 露出一脚 抱歉了一哭主 是我没关好手下的人 倒是方才乱说话 现在我们能继续方才的话题了吗 看着苏信那灿烂的笑容 不知道为何 叶仙猫总感觉苏信这笑容当中 隐藏着一股浓郁森然的血腥味 叶仙猫打了一个寒战 他们药王谷虽然都是一些 手无腹肌之力的炼弹师 但他们却一样的不怕死 不过不怕死会不怕死 但他们却是不想死的那么难看 所以叶仙猫便想要看看苏信 究竟要拿出什么东西来跟他们交易 但就算他刚刚想要开口之时 一个危言的声音却是忽然传来 四大神捕之一的苏信苏大人 好大的威风 好大的煞气 强买不成便想要强抢 放到哪里可都没有这个规矩 叶谷主请放心 今天有我在这里 就算是朝廷的人 也要讲规矩才行 否则 这江湖上岂不是乱了套 在场的众人都把头转进了要往谷内 不知道是谁竟然有这么大的胆子 敢跟苏信如此说话 而叶仙猫听到这个声音之后 却是暗道一声不好 怎么把他给忘了呢 早知道啊 他就不把这位爷给提前叫来了 现在他都已经准备在苏信面前退让一步了 结果这位爷一来 确实有可能立刻闹枪下来 敢在这个时候 插手的人只有两种 一种是白狮 而另外一种是真有底气的存在 而从药王谷当中走出来的这位 怎么看都不像是第一种 从药王谷内走出来的人 身穿了一身金色花服 但样式却跟现在的衣冠有着很大的差距 袖口和衣袍都是异常的宽大 这人大概三十多岁 容貌俊朗阳刚 最令人奇怪的是 他的头上竟然带着一顶冠冕 要知道这东西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人带了 这人打扮好像是从几千年前走出来的一般 叶仙茅屡有些尴尬的对着那人拱了拱手 上官兄 其实我这便已经解决了 不用你出手了 在场的众人一听叶仙茅 称他为上官兄 众人顿时就想到的这个人是谁 汝南上官是荣神经无者 气断星河 上官飞云 这人在江湖上的名气不大 但也绝对不小 他出名不是因为他有多强的战绩 而是因为这丝的七发刑警 云本上官飞云 应该是这一代汝南上官室的家主 但谁承想 他只是刚刚担任的家主不到三天 并将这家主这位交给了他的哥哥上官昭云 汝南上官室乃是六大世家当中历史悠久的一个 传承左右近万年 所以汝南上官室也向来最重规矩 上官室上一代俊杰废出 这上官飞云乃是最为主次的一个 所以他才能够当上这上官室的家族 结果他倒好 堂堂一个家主之位就像玩一样 刚当了三天的家主就感觉不好玩的 让给了别人 这个举动也差点把上官室的那几位 阳神将的老族给气吐血了 不过上官室的那几位老族 虽然被上官飞云气得快要吐血 但也没拿他怎么样 因为上官飞云毕竟是上官室那一代最为杰出的弟子 而上官昭云的手段就略显平庸 有好几次都是上官飞云在旁边出谋划策 这才解决了危机 并且让他们上官室在六大世家当中 实力越来越强 现在更是成为了仅次于萧家的存在 现在这上官飞云出现在这里 他们差不多也听说了 好像是上官室的一名嫡妻弟子意外受伤 而且还比较严重 所以便送到药王谷来 请药王谷的那些丹道大师们亲手诊治 云本这种事情啊 是不用上官飞云出面的 只不过他闲在上官室有些闻 所以才趁着机会溜出来散散心 第九百六十六集 方才易仙谋虽然去请了中千秋和铁屋冷过来 但他确实有些不放心 所以又派人去请了上官飞云出面 在他想来 身为六大世家之一的上官飞云 在朝廷的面前应该是有些面子的 但他却没有想到上官飞云的语气这么重 竟然一上来就是剑拔弩张的模样 还打着要为他要往谷撑腰的口号 这让叶仙谋顿时欲呼无泪了起来 上官飞云皱着眉头看着叶仙谋 他直接拍了拍叶仙谋的肩膀道 叶顾主放心 你救了我上官是弟子的姓名 你这次的忙 我是一定要帮他 说完 上官飞云便直接站出来 对着苏信说道 苏大人 买卖不成便要抢抢 你这行事手段 也未免太霸道了一些吧 苏信眯着眼睛说道 你想为要往谷出头吗 上官飞云摇摇头道 我不是为要往谷出头 只是不想看有些人破坏规矩而已 抢买不成便要抢抢 就算是朝廷来了 可也不能坏了规矩 要不然 这江湖上岂不是要乱套了 苏信的目光锐利 只是这上官飞云 他的嘴角却是忽然露出了一次笑意来 六大世家之意的汝南上官氏 苏信自然是知道的 甚至连上官氏的资料 苏信这里都很全面 这为上官飞云可不简单 他为人虽然有些不着调 但却绝对不是那种爱管闲实的白痴 关乎到自己的利益 别说是要王骨救了他上官氏的年轻弟子 就算是要王骨救了他的性命 上官飞云也是绝对不会来管这种现实的 所以引下上官飞云这种态度 自然有关乎到他自己利益在其中 虽然苏信不知了上官飞云为何要如此 但这其中的利益 肯定要比苏信是得罪的 甚至是得罪朝廷的风险还要大的 其实周信猜的没错 上官飞云这么尽心尽力的为夜线谋出头 甚至在夜线谋都准备呼转的情况下还准备出手 当然是有隐情在其中的 上官飞云虽然不是家主 但他在上官室内的权势却是不似于家主的 而他干的很多事情也是家主应该干的 现在他想要干的并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他想要将要王骨的炼丹宗师给招揽到上官室当中去 他们上官是现在位列六大师家当中的第二位 实力不弱 而且他们上官室这一代的掌权者也没有庸材 并不是其他士家的那些守城之辈 反而都是那种锐进取的性格 所以他们自然是不甘心久须于萧家之下 这六大师家之首的位置 他们也想要坐一坐 真武精的强者上官是没有 这个是需要机缘的 他们将谋划也谋划不出来 不过除了真武精的强者以外 这些年来上官室也在发展着其他的势力 妖王骨便是他们其中的一个方向 江湖上精通药理的医师很多 但只能给一些寻常百姓和后庭武者医治 而能够炼制修炼用的丹药 或者是疗伤丹药的医师 才有资格被称为炼丹师 但数量并有些少了 上官室也很缺 至于能够炼制高级丹药的炼丹宗师 他们上官室更缺 只不过这些炼丹宗师跟镇法师一样 极其的不好飞啊 也就只有像肖侠这种级别的使家 才有资格培养出一定数量的炼丹师出来 所以肖侠寻常用的丹药 都不需要从药王谷购买 他们只需要从药王谷当中 采购一些较为稀少的丹药就足够了 所以这次上官飞云来药王谷 当然不是嫌上官室太闷 而陪着弟子前来疗伤的 他来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挖人奶奶 不过药王谷的身份太过特殊 就算是接号点 也对苏信吩咐过 让他最好不要对药王谷下死手 现在换成是上官室 他们自然也不敢来应的 所以要循序渐进 但来了药王谷这么多天了 上官飞云却是没有丝毫的进展 药王谷的这帮弟子 忠心程度真是高得可以 就算是一些低级弟子 他都没有挖成功一个 这让上官飞云颇为郁闷 其实想想也正常 药王谷的弟子不比习他宋闷 你拿什么去利用人家呢 一番无者的待遇 哪些药王谷的弟子看不上 也不需要 你可以给习他门客 各种修炼资源和功法 但药王谷的弟子 本身武道天赋便不怎么样 哪怕你给他们绝世神功 也是没用 至于修炼资源 那就更没有用了 因为他们自己会炼制 所以这样一来 上官飞云还能给他们什么 全是 这些药王谷的弟子大部分 宁肯躲在自己的屋内研究药理 也不想去管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这一点对于他们吸引也不算大 所以就算身为药王谷谷主的叶仙谋 已经是察觉到上官飞云的小动作 但他从来都没有说些什么 因为他知道 药王谷的弟子是没那么容易被挖走的 不过今天的事情 确实让这上官飞云看到了一个机会 他帮药王谷出头 只是想要让药王谷欠的一个人情而已 不管叶仙谋 愿不愿意 反正今天他为了药王谷得罪了苏信 甚至是得罪了朝廷 这在外人看来 他们药王谷就是欠了上官室一个人情 到时候他亲自开口 问一仙谋戒几个人 你是借还是不借 他方才说 租金交易不成并抢买 而到了那个时候 恐怕想要抢买的可就是他了 而且只要他能够成功的 把人从药王谷里面借来 那以后这几个人 是药王谷的人 还是他上官室的人 那可就不一定了 上官飞云 双眼直视着苏信 他走了出来 站到了上官飞云的身旁 第九百六十七集 想要看一个顶尖势力的底蕴 有时候不光是要看 对方明面上的强者有多少 而是要看对方 隐藏在暗中的交证 究竟有多少 特别是六大师家这样的存在 更是如此 世家不同于宗门 宗门海纳百川 世家则是以血脉为核心 构建出一个强大的势力来 但也正因为如此 一个世家核心弟子始终是少数 需要大量的外界力量来补充的 所以每个世家都有着大量的门客 这次上官飞云 来药王谷可是做了很多准备的 他虽然没有打算动墙 但也带了六名容神镜的门客 一方万一 现在面对苏信这时 却是正好用上了 苏信看了一眼自己这边 表面上来看 自己这边的容神镜 对上六名散修诸身的容神镜武者 未必也没有机会 况且边上 可还有平阳道 总捕头铁乌冷 和平阳道行军大宗馆 中千秋在 他们虽然跟药王谷的关系不错 但跟你上官氏 可没有一文钱的关系 一旦情况不对 他们也是会出手的 只不过上官飞云 也没想把事情闹大 他只是想让药王谷 欠他们上官氏一个人情而已 为此他可以得罪苏信 但却不想彻底地跟苏信 撕破脸皮 甚至闹出人命来 所以上官飞云直接说道 苏大人 想还药王谷人情的 只有我一个 所以今天 我便带药王谷于你动手 你胜了 我也尽力了 这个人情 我也算是还上了 我会立刻带着人 离开药王谷 你败了 那就请你退出药王谷 你看如何 苏信点了点头道 既然上官兄有兴致 那我也自然要奉陪到底了 上官飞云一听到 苏信答应了下来 他的眼中顿时就露出了 一丝锐利之则 方才那略显 玩世不恭的神情 随之消失 上官飞云身上 已是露出了一股 强大的气势 上官是身为六大世家当中 最为古老的一个 他们给江湖人的印象 也是古老 虽然他们都知道 上官是很强 但具体强在哪里 他们也真的感觉不出来 或许是因为藏卓成了习惯 所以上官室的弟子 倒是很少有那种高调的存在 在上官室内 上官飞云可以算是最为高调的 但放在江湖上当中 却也没人知道 他的具体实力究竟如何 众人只知道 他曾经主动 让出了家主之位 和他本身的能力 很不一般 但他的实力究竟如何 这点还真说不上来 只不过眼下看到 上官飞云所展露出的气势 众人顿时就是吓了一跳 起码从气势上来看 这位可是丝毫都不自于苏信的 其实上官飞云 一看平时总有一些 放荡不羁的感觉 但实际上 他却是一个很高傲的人 当初他那一带上官室 俊杰辈出 他独领风骚 夺得了家主之位 但结果他刚坐上不到三天 便让了 表面上是因为 他感受这家主之位 没有什么意思 但实际上 他却不明有些不屑 味道在其中 他这么做 是想要告诉上官室的那些弟子 这家主之位 不是我坐不上 只是我不想坐而已 并且他也是用实际行动 来证明了这一点 现在面对苏信 也是如此 纵然苏信有帝帮 第39位的实力 但上官云 却是依旧有些自信 跟苏信一战 这不是狂妄 只是云渝 对自己的自信 上官飞云 一直都是一个 很骄傲的人 面对上官室 自己人 他是这样 现在 面对苏信 他依旧是这样 但 没有去跟江湖上的 通界武者争锋 这是 因为他们上官室 一向喜欢低调 但他 如果是想要去 跟那些通界武者争锋 现在帝帮之上 未必就没有他的名字 上官飞云 周身的气势 广暴无比 他虽然 很少在江湖上出手 但就凭借他身上的气势 便可以看得出来 这上官飞云 绝对不是简单之辈 面对明满江湖的俗信 上官飞云 没有丝毫的畏惧 或者是试探 而是 直接抢弓 他周身一股 将大的钢气 轰然暴力 万道光华 荣为一身 一拳轰出 狂暴的真气 撕裂虚空 山河碎裂 现在众人 算是知道了 上官飞云 为何叫气断星河了 他这大气防补的一拳 的确是有着碎裂星河之威的 特别是 他的真气之浓郁 简直超乎了众人的想象 这简简单单的一拳 没有丝毫的变化 有的只是 无与伦比的力量 苏星面色不改 他周身一动 一股气的气息 在苏星的体内回荡着 翻天三十六度 气乃是一门 回绝古今的内加信法 枪为神 意为体 行为用 内涵三十六遍 虽然无招无事 但却是能够融入 拳掌抓腿 等任何武器当中 堪称斗战之际 这三十六般变化当中 既有大巧弱拙藏其中 这种看似平凡 但却爆发力惊人的变化 因由龙腾弥宗夺离席 这种瞬间爆发力 甚至要比风尘腿 还要强大的身法变化 甚至这三十六般变化当中的 最后一棋 来生再见 奇缘进 堪称浩劫之拳 是燃烧生命发出的一拳 凭借记忆 堪称无敌 若是以前苏星得到这翻天三十六如棋 肯定是会将这三十六般变化 分开使用 就如同那二十四节气 精神之一般 只不过到了苏星现在的这种境界 纵然系统只给予了苏星百分之五的熟练度 但他却是立即将这武器 融入到了自己的武道当中 发挥出了属于自己对于武道的理解 翻天三十六如棋 是李晨舟的功法 但现在也同样是他苏星的功法 面对上官飞云这一拳 苏星也是简简单单的一拳轰出 不过这一拳当中 却是蕴含着三十六般的变化 无尽的真气倒卷而出 双拳相撞 顿时强大的真气轰然爆发 苏星那看似简单的一拳当中 竟然蕴含着无尽的变化 真气不断的震荡 一拳百边 强大的力量透极而出 一招之下上官飞云顿时色变 苏星身形一动 网若龙腾纵约于九天之上 一拳轰出 光暴的力量外加苏星 那将他的肉身 使得他这一拳刚猛至极 这正是翻天三十六路棋当中 最为刚猛的独阳独刚战棋化 上官飞云怒喝一声 气冲星河 无边的光暴震气 公然暴力 随着他那一拳的轰出 整个要往谷前方的大地 都开始颤抖了起来 周围众人的面色都是一变 这位上官式高手的手段 其实很简单 就是以利压忍 若是换成其他的武者 在上官飞云这种强大的力量下 绝对撑不了几招 任何武器变化 都挡不住这一例相识会 只不过可惜 他这次面对的苏醒 在力量上丝毫不逊色于他 甚至还要比他更强 两拳相交 顿时强大的气量爆发而输 周围的那些武者 立刻退出了摆杖之外 以免被两个人交手时 那强大的力量所波及 上官飞云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力量 轰入了自己的体内 仿佛是泰山鸭亭一般 他甚至都能够感觉到自己的手臂 发出了一声鼓劣的声音 这让他的面色顿时一变 要知道 修炼以进展为主 发挥无双战斗之力的武者 肉身强度就算不如那些专修肉身的武者 但也同样差不了他们多少 结果他却被苏信直接一拳 便将手臂死里 这苏信的力量又有多么强大 但还没等他多想呢 苏信紧接着又是一拳轰出 上官飞云匆忙之下出手抵挡 一股致阴致寒的抵挡 直接却是穿透过他的护体振气 轰入了他的体内 使得他顿时一口鲜血喷出 眼中露出了不敢置信之色 这是三十六鲁齐当中的 孤阴孤柔逆袭流 与刚蒙至极的独阳独刚 战棋华正好相反 一阴一阳变化无穷 但上官飞云想不明白 方才还是刚蒙至极力旋 怎么现在忽然变成了 这种至阴至寒的力道 这苏信修炼的到底是什么功法 一种武道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变化 不光是上官飞云想不明白 九连方九元和刘无前也想不明白 他们看向苏信的目光 甚至带着一些惊悚之色 因为他们发现 苏信现在所施展出来的武道 很像一个人 那就是大洲皇室供奉堂的第一强者 真武镜的陆地神仙 斗元天尊 朝五年 云本略显生说的 翻天三十六路旗 已经在战斗当中 被苏信给融会贯通 每一拳 每一脚 都隐含斗战之间 内涵无穷的变化 上官飞云在苏信的面前 彻底成了一个沙包 根本就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 失于招之后 他直接就被苏信刚猛之气的一拳轰飞 内幅震动 心血顺着嘴角就流淌出来 我输了 上官飞云 擦去嘴角的线线 眼中并没有丝毫的不服气 他是一个输得起的人 而且他输的是心服口服 这一战 苏信没有动用他那惊艳江湖的剑法 也没有用他那些成名绝技的执法 反而是跟他一样 以拳对拳 空手对地 在他最擅长的地方 将他给击败 他上官飞云 还有什么不服气的呢 在自己最擅长的地方 被人面对面的击败 上官飞云此时的心情 自然是好不到哪里去 他虽然心服口服 但却也难免会有一种挫败感在其中 毕竟上官飞云以前是自时甚高 他年轻时便是上官室最为出色的弟子 旁人正的头破血流的家主之位 对于他来说 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玩物而已 结果现在他跟苏信一战 却是输了 而且输得很难看 如果苏信动用了他那几招成名的杀手锦 将他击败也就罢了 但他偏偏就只用拳斗云的对战 用他最擅长的方式将其击败 而且还显得轻描淡写得很 这就让上官飞云很郁闷 不过愿赌服输 上官飞云也没有想赖账 况且他也赖不了账 除非他想要彻底跟苏信撕破脸皮 让他的手下的那些门壳都出手 否则他今天绝对是拦不住苏信的 而且就算是死皮赖脸的继续出手 以他跟那六名容神镜武者的战斗力 能否敌得过苏信还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上官飞云果的呢 对着叶仙茅公公手道 叶国主 在下尽力了 看到上官飞云没打算跟苏信此刻 叶仙茅也是松了一口气 联盟对着上官飞云公公手道 上官兄不用介怀 此事自由我要顽姑自行处理 上官飞云今天输给了苏信 倒是没怎么丢脸 毕竟说句实话 苏信在江湖上的名声 可是要比你上官飞云大得多呢 不过即使如此 上官飞云也是没脸继续待在这里的 所以他直接带着人转身便走 苏信没有阻拦 上官飞云也算是识趣 没有死缠烂打 苏信自然也是不想惹是生非的 况且对于苏信来说 这一战他其实也是有所收获的 获得了半天三十六路级之后 苏信从今以后在肉身上的修为 终于能够发挥到极致了 以前苏信的肉身虽然也很强 防御力和自身力量都是十分的强大 不过苏信却是很少与肉身直接对敌 不是不喜欢 而是发挥不出自身所拥有的力量来 就好像少林寺那些修炼了金刚不坏神功到大成的武者那样 他们也并不是只修炼了异门功法 起码也要有一些与之相配的武技 才能够将这一身的修为发挥到极致 所以以前虽然肉身力量也很强大 但苏信却是见到对手就直愣愣的一圈轰过去 除非对方是那种实力比他差的武者 是不知道躲闪变通的 否则他们一旦是尝到了苏信的力量之后 肯定会改变成一种较为灵活的战斗方式的 苏信知道自己的强大的肉身暂时也背不上用程 并一直都是以别的武器来对敌 他这一身强大的肉身修为只能担当辅助 而现在的有了翻天三十六路棋 苏信虽然只是暂时熟悉了一下这门功法 但却已经能够初步将其融会贯通了 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武道来了 苏信准备走的也正是赵五年那种 把自己登座是兵器来修炼的 一圈一脚就蔑视之为了斗战之际的路线 不过苏信最终的武道路线却跟赵五年不一样 因为他也同时修炼有其他的功法 走的也是不一样的武道 苏信只要学习神就足够了 第九百六十九集 苏信看着那易仙谋说道 叶谷主 管闲事的走了 现在我们该说说我们之间的事情了吧 易仙谋有些头疼的揉了揉脑袋 他对着苏信攻攻手说道 苏大人 有什么事情咱们可以进入谷内来说 在这里怕是有些不方便吧 苏信 回头一看 药王谷周围看热闹的舞者的确不少 所以便点了点头 带着人跟着叶仙谋一起走到了谷内 会客厅内叶仙谋沉声说道 苏大人 你究竟是想要拿什么来交换我药王谷的宁神花 你现在可以拿出来了 说实话 他是真的不想去跟大洲进行教育 毕竟江湖上的那些奇珍异扫药王谷 这里几乎都有 他就不相信朝廷会有什么东西 比了药王谷的宁神花更加的珍贵 所以一开始 叶仙谋便直接拒绝了 不过眼下看到苏信如此的强势 甚至就连上官飞云都奈何他不得 上官师的面子他都没有给 从这点一线谋便能够看得出来 这苏信对于他们药王谷的宁神花的确是志在必得 朝廷不想对药王谷出手 是因为顾忌药王谷的人脉 而药王谷自然也不敢跟苏信太过强硬 如果这次来的不是苏信 而是朝廷的其他人 那么药王谷还能够硬起一些 认为他们不敢拿自己怎么样 但如果把这个人换成苏信的话 叶仙谋可就不敢说这话了 毕竟这苏信的疯狂 可是整个江湖都幽默共睹的 叶仙谋可不想做得太过分 激怒这个疯子 所以叶仙谋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只要苏信能够拿出宁神花 同一个价值的东西 哪怕是比宁神花稍微差上一些 叶仙谋都准备咬着牙答应了 孙伯海和方九元等人 也是盯着苏信 不知道他在打着什么主意 孙伯海不知道苏信的底细 但方九元却是知道 苏信若是真想拿出什么东西 作为交易的话 那他这东西肯定不是从六扇门里面得来的 他毕竟是四大申补之一 六扇门保护里面的东西 他可是如属家珍一般 这里面绝对没有跟宁神花 一个价值的要材 苏信将手深进了戒子袋当中 但其实他这片刻的功夫 已经进入了系统当中 对方了一样东西拿了出来 这是两朵棋花 一白一红 红得有如胭脂 白的宛如白玉 花如海碗 灿如云霞 并带有一香 这种棋花一看就不同凡响 叶仙谋和几位要王国的长老 顿时便瞪到了眼睛 因为他们竟然不认识这种棋花 要知道 他们要王国本身对于药里的钻研 甚至是堪称江湖第一的 就算是一些早就已经销声灭细的 灵药棋花 他们都通过上古的一些秘点 将其复原 并且钻研其药里 甚至是尺寸在于传说当中的灵药 他们也能够只通过其描写的药性 来模拟出异章单方 虽然是虚构的 但其合力程度 确实可以超过百分之八十 眼下 苏信拿出这两朵花 一看就很不凡 但他们却是连听说都没有听说过 这可就有些不对了 易仙谋连忙问道 苏大人 敢问这是什么企划呀 苏信笑了笑道 这是油坛鲜花 每六十年才会盛开一次 一次两朵 可令白发变黑 返老还童 这油坛花 乃是白发魔女传当中的企划 当年白发魔女少年华帕 卓一行为求得其原谅 而在雪山上守候花开 这东西也是苏信 从系统空间里面兑换出来的 别看听着 好像很高大上 但实际上价格还真不贵 两朵油坛花才需要两百点反派制 这倒不是系统发善心 而是这东西的确是有很些鸡肋的 这油坛花说是能够烦恼还童 没错 但放在第五世界当中 那叫烦恼还童 放到现在 却是无法增加武者的生机的 毕竟在这个世界当中 就连新天境界的武者 都能够增加自身几十年的受益 让其轻松活到 百岁以上 这油坛花 能够增加的生机 根本就无法转化成受益 现在你就只有 奉险那种奇异比的天才地宝 才能够真正的增加武者的受益生机 只不过这油坛鲜花 也不是绝对的废物 烦恼欢同却是可以的 起码能让中年人的相貌 再次变年轻 当然这些东西 药王谷却是不知道的 他们已经只盯着那油坛鲜花 双目发光了 一株不被他们所致的 奇花现实 这对于药王谷的人来说 绝对是一种无与伦比的诱惑 叶仙毛连忙问道 苏大人 敢问 你这油坛鲜花 到底从哪里找到的 苏信淡淡地说道 叶谷主 有些东西不该问的 最好别问 相互规矩 你别是忘了吧 叶仙毛这才反应过来 刺激 的确是唐突了 蒙对着苏信 轰轰手道 抱歉了 苏大人 是我忘了规矩 这江湖上的奇遇无数 只不过 只能发现其中好东西的 只有那些大奇远之辈 眼下苏信 找到的是悠坛鲜花 自然是他的运气 这里面 说不定 还会有什么隐藏的好处 妖王谷这么明目张胆地 去打听 确实是有些不妥了 而且 这也就是妖王谷 如果换了一个 武力强大的宗门这么问 那甚至 都容易被对方 当作是挑衅的 苏信 看着叶仙毛的 小事情 叶谷主 不必接应 不知道 这悠坛花 够不够换的那凝尘花呢 叶仙毛想了想 最后 一咬牙说道 可以 这次的交易 我妖王谷同意了 对于妖王谷来说 宁神花他们 已经是研究成功了 现在 已经在盛开了 那这宁神花 对于他们来说 并只是一样工具 一样 能够持续为他们 带来利益的工具 所以 论吸引程度 还是苏信手中的 悠坛鲜花 吸引力更大 毕竟 这是他们从来 都没有见过的 棋花 况且之前 苏信说 这悠坛花 六十年一开花 虽然 时间久了点 但他们 培养 宁神花 也用了上百年 所以这点时间 他们也是耗得起的 苏信的嘴角 露出了一丝笑意 同意的就好 妖王谷不会 干杀鸡取卵的事情 他们想研究 这悠坛鲜花 肯定要等到六十年之后 这悠坛鲜花 再次盛开 可以量产时 才会再研究 等到了 妖王谷彻底研究出 那悠坛鲜花的 真正要效之后 到时候 他们就算是后悔 那也已经是晚了 第九百七十集 苏信拿出 这悠坛鲜花之后 风九渊和六无贤 也是一愣 作为苏信的对手 他们两个 可是对苏信 时时刻刻 都在注意着 这苏信 什么时候找到了机缘 竟然还能得到 这么一种奇话来 这两人 是有些摸不着头脑 不过 他们可以肯定 这次回到圣经城后 苏信能够得到的赏赐 肯定是少不了的 要知道 陛下现在最为关心的 就是 这白玉石板上 长生密法一世了 只要是能够帮上他的 就算是南横那种 得知小人 都会被记号点所重用 更别说 苏信这么一个人才 而且 记号点 虽然是为人心机甚至 就算是对待 自己的亲生子嗣 都是很辣无比 但不得不说 他这个皇帝 当的还算是合格 起码对于手下 有功之臣 还是很大方的 现在苏信 此套药包 交易来了 这种宁神花 记号点 虽然无法补偿 苏信宁神花 这种级别的灵药 但皇宫的宝库里面 各种各样的 其身一宝 可是应有尽有 也不必 非要选择灵药 反正 那里面跟 宁神花一个级别的 其他宝物 可是 多得很 苏信说道 叶谷主 咱们现在 就别耽搁了 陛下急着要用 宁神花 我也要尽快地 带着宁神花 回去赴命 叶仙摩说道 苏大人有所不知 宁神花 不能离地太久 超过一个时辰 就会枯萎 所以必须要用 秘法来保存 我这边 还要去准备一下 苏信摇摇头道 用不着叶谷主 出手了 这次我带着 孙大师他们来 就睡着 保存着 宁神花的 叶仙摩 深深地看了 孙不害一眼 眼中 闪过着一丝 无奈之色 在他们 要王谷 这一辈的弟子当中 孙不害的确 是堪称精彩学业 这宁神花 他们 拿到手 这么长时间 最近 几年 才研究出了 保存这宁神花的方法 而孙不害 离开 要王谷的时候 虽然他们 要王谷 已经是得到了 这宁神花 但 那时宁神花 甚至还只是 一枚种子 根本就连 研究的价值都没有 所以眼下 孙不害 能够研究出 这宁神花的 保存之法 它可完全是 根据这宁神花的 种种特性 自行推算出来的 绝对 堪称绝业 叶仙摩 缓缓地说道 那好 苏大人 就请跟我来吧 自从孙不害 说出那番话之后 叶仙摩 等要王谷的人 虽然对 孙不害心中 仍旧有着怨气 但却少了许多 特别是方才 苏信 威逼他们 交出那宁神花 还有上官 飞云 心怀不轨 非要给他们 抢出头 这两件事 对于他们的冲击 可是非常大的 甚至 就连一些谋 都忍不住去想 若是他们 要王谷 真的有顶尖 势力 应有的力量 苏信 是否还敢 对他们 如此的威逼 上官飞云 又怎么会 丝毫的 不考虑 他们的想法 非要为他们 抢出头 只不过这些想法 为民有些 太过大逆不道 特别是 钻研独礼 研究那些 伤人害人的毒 这种事情 便是有为祖先的殉道 所以 叶弦谋 立刻骗将 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 给拍了出去 带着苏信他们 前往 那保存 宁神花的地方 药王谷 有专门的一片药田 来种植各种灵药 而且 有一些特别的 珍惜的灵药 则是保存在 特殊的药田当中 这宁神花 自然也是这样 叶弦谋 带着苏信等人 来到 药王谷的后山 这里 大片的药田 散发着一股 浓郁的药香 而且 天地元寂 异常的浓郁 甚至 要比外界 浓郁十余倍 方九元 和柳屋前的眼睛 都有些发红了 这里可是 货真价值的宝地啊 在这里修炼 一定会突飞猛进的 结果现在 却被药王谷的这些人 用来 培植领养 当真是有些浪费了 叶仙毛 带着苏信 他们继续向这 最深处行去 药田的最深处 已经不是那种 成块的药田了 而是环境 大小 各不相同的存在 有周围 用寒冰阵法 所包裹的药田 这是培育天山雪莲的 还有用烈焰石 堆积起来的药田 这是专门培养 赤焰火莲的 而那宁神花 宝贵无比 自然也有一片 单独的药田 但乍一看 却是很不起眼 只是一个小水坑 水深不过半只 里面 有一株 粉红色的小花生 长在其中 而小花 极为了起义 虽然只有 婴儿八张大小 但却生有八十一朵花瓣 看上去密密麻麻的 每朵花瓣上面 有着奇异的纹路 上面散发着 悬傲的气息 叶仙谋 颇为肉痛的说道 这便是宁神花了 这些年来 我妖王谷 可是一直都用 造化道门 铲出的生机灵犬 教官 就是为了 要让它尽快成熟啊 引下这宁神花 已经彻底的成熟了 只不过 离接种 确实还有十几年的时间 如果宁神花 真的接种了 那时候 朝廷来要 别说是一株 两三株 他们也是给的 不过现在 这宁神花 一旦交出去 这奇花 可就要 彻底的绝种了呀 一些谋这里 也顾不上肉痛了 那边孙不害 他们已经动手了 这边 是先是由 末门企图 杨毅 拿出了一个铁家 上面布满了 能活动的符文 这种精巧的东西 也就只有末门 才能够打造得出来 然后 天机谷的企图 喧嚣到人 则是出手将那 铁盒色当的符文 挨个的组合排列 真气 灌注到位 顿时整个铁家上面 浮现出了 一股厚重的感觉 上面光芒闪耀而出 十分的耀眼 这边 孙不害 则是小心翼翼的 向那造化道门的灵拳 移入到了铁家当中 又往里面 投入了数种 不知道是什么的粉末 众人 能够清晰的感觉出来 这铁家之内的生机 愈发的浓郁了起来 最后简直好像 只要溢出了一般 最后孙不害这才出手 拿出一柄同样 也是带着浓郁生机的药产 将那宁神花 小心翼翼的挖出来 这只孙不害对着苏信说道 苏大人 这里面 就属你的原神之力 最为强大 宁神花一旦离地 这花内的原神之力 便会立即开始消散 就算是我的速度再快 原神之力 也会不可避免地消散一些 所以 还要由你 用原神之力 灌注到这宁神花当中 苏信闻言 心中却是忽然一动 但他的脸上 却是不动神色地点了点头 孙不害那边 立刻将宁神花 带出地面 而苏信也是双手结液 不过他所用的 却并不是正常的 原神之力 而是从那白玉石板当中 得到的那种 原神米迹 学傲的原神之力 将那宁神花包裹 原神之力 源源不断地 是灌注到其中 孙不害的手臂一动 几乎是瞬息之间 宁神花便被 医治到了那铁匣之中的 搞定这一切之后 孙不害盖上了铁匣 众人顿时就松了一口气 可以了 孙不害拍拍手说道